好,我们麻烦各位贵宾能够就座,因为我们现在要开始开会了 那我们今天要举行的是提升司法公信,最符合国人期待的审判制度到底是什么 人民参与刑事审判应该要何去何从的这个公厅会 我们现在首先要介绍我们出席的学者专家 我们现在已经到场的有一位是我们苏永清,苏田副院长 第二位是我们林永宋董事长 第三位是我们律师公会司改会的林俊宏主任委员 然后是我们国立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金孟华金教授 还有常在法律事务所的张永宏律师 以及我们参与司法院国民法官模拟审判的国民法官候选人 刘俊琦,刘理长 还有我们台湾陪审团协会的郑文龙创会理事长 早 好,那我们现在请宣读我们公厅会的讨论提纲 对不起,抱歉,抱歉 我们介绍了这个学者专家路介绍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 这个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 第一位是我们司法院林辉煌林秘书长 然后是我们法务部政务次长蔡壁仲蔡次长 好,其他的那个金长他们 好,OK,好 那我们请宣读公厅会的讨论提纲 讨论提纲 一,国民官审、参审及陪审制度之差异与优劣为何 二,人民参与刑事审判 所应该具备的法律教育素养与风险意识为何 如何弥贫因专业知识的落差而产生之弊 三,当前我国是否具备实施国民法官或陪审员的环境及条件 四,国民法官参审制度及陪审员陪审制度的意义与内涵究竟为何 可否杜绝孔农法官之乱象 全都完毕 好,那我们在各位发言之前呢 有几点的这个说明 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个学者专家先发言 然后呢我们会再请我们的政府机关代表发言 那希望我们的政府机关代表发言的时候呢 能够针对我们学者专家的意见回应 不要就是不要各说各话这样的情形 那因为这个公听会的主要的 我们是在听取学者专家的意见 所以我们给每位学者专家的发言时间是八分钟 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两分钟 也就是说十分钟的时间 那本院委员如果有发言的话 发言的时间是五分钟 然后发言时间不再延长 那我们拜托各位呢 能够尽量控制时间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可以进行第二轮的发言 那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学者专家发言 那各个机关所提出来的书面意见呢 就请诸位自行参佐 那我们现在就请第一位的 就是也是我们的司法院前副院长 前大法官苏永清前副院长发言 谢谢李召集委员 各位立法委员 各位出席的学者专家 以及尊敬的那个司法院林秘书长 法务部蔡社长 和司法院刑事厅彭厅长 大家好 对于今天这个问题 我想四个提纲里头 第一三四 大概综合起来是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三种选项 三种制度选项 它的差异跟评价 那个第二个提纲第二点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问题 就是不管哪一种选项 人民参与 它怎么去克服一个根本的困难 一个很可能多数 是一天法律都没学过的人 怎么样去执行这么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 我另外可能在有时间的话 对整体这个制度选择的 一个态度的一个表示 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就三个列入讨论的这个选项 它的根本差异应该是从两个角度切入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法官和 或者我们今天用国民法官的话 就是职业法官和国民法官 他们的角色的分工 就这一点来讲 官审和参审是比较接近的 陪审完全不一样 陪审的话 它是在决定权上 是真的是分工 并不重叠 那么 官审和参审 它是大陆法系比较多的一种选择 它是让这个职业法官和国民法官 共同行使 从这个审判程序开始 一直到终极评议结束 都共同参与 那另外一个差异 是在它的决定权上头 那就这一点来讲 人民的这个参与 就是国民法官 他有和法官一样 有一个做成有居数力的决定 这一点参审和陪审 是比较接近的 那参这个官审呢 他不是像有的人说的 只让你看 不让你判 他是要求他要看 也要判 他是如刚讲 从头参与 但是呢 他在终极评议的时候 是独立出来的 这跟职业法官分开的 因此他做的最后的 这个多数的判断 是可以被这个职业法官的 多数给不采纳 但是呢 他必须在不采纳的任何一点 他必须要在判决 理由具体的说明 这个我们称之为官审 比较接近的就是 过去已经恐怕有十年的 十多年的这个韩国的制度 参审比较接近 日本的裁判员的制度 他的优劣 我想大概就要 从客观上 没有办法说哪个制度 绝对优于哪一个 而必须看你的条件 就是我们提纲第三点讲的 而更重要的看你的目的 你这个制度到底追求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那很多人谈到 有些比较抽象一点的 一些目的 像国民主权的实现 然后司法的民主化等等 在我看来是比较 没有太具体的内涵 而且实际上 国民主权跟民主制度 是在今天的人类 所有政府体制的一个共识 如果它必然要求 有这种形式的司法的话 那么很多国家 就不符合主权在民 以及民主 那司法在整个这个法制的下游 它是去实现一个民主的决定 就是立法决定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目标 当成一个目标 来去评价这个制度 是不是合目的的话 我想会有相当的距离 何况到目前为止 以东亚国家来讲 它是高度选择的 在其他的案子 它还是没有主权在民 一样的没有司法民主 所以我比较支持 现在司法院提案的三个目的 就是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司法的透明 以及人民的法感 的更能够贴近 这三个就 二十世纪新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 也许重点不一 那就这三个选项来讲 我自己的看法 也许这里应该 从合目的性的角度 然后配合很多的实证的调查 从制度面跟实证面来做判断 我相信陪审的制度 它会对台湾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是最不透明的 它这个最后 因为它的这种分工的方式 对于最终 为什么 这个案子里头的比方刑事的被告 有没有杀人 在这个简便双方都提出很有说服力的这些论 这证据跟分析这辩论之后 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他怎么采的 他不可能呈现在判决里头 因为判决不会交给这些平民法国民法官来书写 那因此他完全不知道 那我们今天对司法的不信任 在今天法院判决越写越长越具体 现在一下退到没有理由 他不太可能会提高我们的公信力 因为他非常的不透明 那对信任来讲 是不是因为有你的跟你一样的社区的这些人参与 你就比较信任 这个是要调查的 我们当初在我服务司法院的时候 一开始就做这个调查 而且和当时的那个黄国 立法委员黄国昌 他那时候是中研院的教授 我们有两组教授 分开也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政大学员中心三位教授跟中研院做 对这些选项是其中可以比较之处 得出来几乎很相似的结果 民众支持度最高的是官审 在这个陪审支持度非常非常的低 那个官审和参审中间 官审略胜于参审 陪审是后来我们做的一些调查 跟体验式的调查非常的低 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过于陌生 然后再了解到他的决策有这么大的权力 而且不透明之后 民众接受度非常的低 那就法感的实现可能是最强的 但是这个所谓的法感的体现 以我的理解 在我们的这个制定法 这个最新法定 严格最新法定原则之下 它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在不违法 在法律解释许可范围内 可有评价空间里头来去调整 以这个这一点来讲 基本上我们过去模拟审判 五十多次的经验显示 它不会有很大的 在法律函色上不会有差距 太大差距 比较显示法感的还是量刑 还是量刑 可是陪审制人民没有量刑权 所以就这三个目的来讲 陪审制是在台湾很难有什么说服力 那官审和参审各有所长 而参审因为有拘束力 形式上它比较能够实现人民的法感 而且有这个法官的一起共同讨论 那但是官审制有它特殊的优点 第一个民众它会比较乐于参与 但是它未必乐于决定 这是我们在刚刚提的一开始两次调查 以及事后很多体验式的调查 我们的民众不信任法官 他同样不怎么信任他的邻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 如果他参与而且做了决定 法官如果不接受这个决定 他必须公开的说明理由 这个对于法官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于社会来讲 他们就接受了 因为实际上是法官在这判决里头 跟全社会对话 他的透明度法感的实现是最高的 可以给我延长两分钟吗 没问题 那所以在根据我们的调查局过去的实验 至少到我2016年离开司法院为止 一直在官审跟参审的比较上 是官审略为领先的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特别是政治上的原因 这个制度就没有通过 那现在司法院思考了这些总统因素 重新推出这样的一个 比较接近日本的这样一个制度 他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大部分的优点 那么他在这个透明度上 也许不急于官审 因为很可能最终到底是 国民法官说服了职业法官 还是职业法官说服了国民法官 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是在官审制是非常透明的 而且信任度是比较高的 唯一的也许法感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不同 他的差异大概是在这里 至于说怎么去克服专业的落差 这个制度上要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要注意 在程序上要考虑民众的忍耐度 他不能有很长的时间 他的理解能力等等 所以我看现在的制度 大部分基于过去官审制的设计 这些细节大部分都已经考虑了 他很关键的一些东西就在于 他们共同审判 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有足够的 这个所谓的讨论的 就是由在中间的评议到 都可以参与讨论 那到终局评议的时候 分开其实反而更凸显了 官审言人的独立性 这个是优于日本式的 这个共同评议 国民法官基本上不敢不同于法官 这个缺点 那整体来讲 我认为官审制是一个较优的制度 但是就可信性来讲 现在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政党的合作 把现在司法院新版的参审制 让他通过有六年的评估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可以提高公信力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认为是总比现在拖了几年 现在一转眼快拖了十年一事无成 要好很多 我要强调台湾实施人民参与审判 在东亚三国里头 他被人民支持程度一直是最高的 这是非常出调查学者的意外 其实民众非常想知道是怎么进行的 但他未必想参与到那么深的决定 但是这个官审制度 现在看起来在政治上非常困难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一起来努力 谢谢 我们谢谢苏前副院长的意见 然后也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民众一直以来觉得 司法院为什么会在政党轮替之后 突然转折 从官审到参审 那还有就是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也要拜托司法院回应一下 就是说那个关于民调的部分 官审参审以及陪审的部分 也特别拜托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 请我们第二位是徐玉秀 就许前大法官 主席 各委员 然后各位参与者 这个苏老师 非常抱歉 因为我没有预料到 会有一点塞车 迟到了 然后因为我也从这个开会通知 没有理解 到底顺序是如何 也没有理解到底 这个提纲呢 是要怎样子 是不是每个议题要分开来讨论 还是说全部的说明 因为这会牵涉到它的效率问题 不过呢 既然这个 我也来不及听到主席的指示 然后呢 所以刚刚听到一部分的是 这个苏前院长 副院长的说明 我就先针对他所说的某一点 对不起 那个 许前大法官 我再跟您补充一下 因为前面 前面程序的部分呢 我们有提到 每位学者专家发言是八分钟 必要的时候是延长两分钟 提纲只是给各位学者专家做参考 您不用现在 在那个范围之内 最重要是我们有机会 能够听到您的高见 这个是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那跟您报告如上 谢谢 所以今天一天 每一个人平均只分配到八分钟是吗 就是发言的时间是八分钟 然后延长两分钟 然后等到全部都走完 一轮完之后呢 我们会请 就是说主管机关 他回应 然后回应之后 我们的时间许可的话 我们可以再走第二轮 所以您还是会有机会 对于学者专家的意见 对于列席的官员的意见 您不同意的话 还是可以表达 好 现在再去讨论程序也来不及 我希望我在发言上面 来得久一分钟的时间 来表达 我对整个工厅会的组织啊 等等的看法 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应该是说我从当大法官开始 第一次来参加工厅会 立法院的工厅会 然后对他的程序实在不是很熟悉 但我也很有意见 刚刚苏前院长提到的民意调查 我想提两点 我们在国内有关于司法上面的民意调查 有两件事非常引起注意 第一个就是关于死刑 是否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人民对司法的信赖的问题 对法官检察官的信赖的问题 而这两个民意调查 始终是死刑占所谓的百分之八十几或九十几 赞成死刑的 还有所谓对检察官跟 这个法官的公信力 始终是超过七成以上的不满意 但是这两个民意调查 始终引起一个质疑 就是到底他是怎么调查的 这个民意调查是怎么做的 始终受到质疑 那么刚刚苏前院长提到的 民意调查的结果 我也是陌生的 那么究竟他有没有受到质疑 而这样的调查程序有没有提出一个 可以公信力的解释 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不能说 我完全不相信 但是我希望 当有人要提到民意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进一步应该要去检讨一下 我们国内对于民意调查的 制作的方式 它的样本 它的方法是不是够严谨 如果这一点没有决定的话 去告诉别人民意调查是多少 这恐怕是没有什么用的 要来做支持的基础 可能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这里 听说我是以第四组 就是四感国事会议第四组召集人的名义来的 那么 我当然也必须报告一点 开会的结论 很过程 开会的结论 表着一个结果 是没有参审 国民参审跟陪审 没有一个是过半数 但是 陪审制有九票 以表决的状况来说 如果再有一个十票 那等的就是主席的那一票了 换句话说 它是接近过半数的 那么 可是 陪审呢 但是参审呢 是七票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我认为 除非 当执政党 民进党 召开这个四感国事会议 真的像有的人说 玩假的 否则 这个表决结果 难道不需要尊重吗 这个会议 难道不是也是一种民意的呈现吗 因此 让两种制度 都有机会 在国会里面表决 甚至有机会都被试行 如果像苏晴院长说的 要给他试六年 那让他都有机会被试行 我认为 才是符合那个表决结果的 除非 这个四感国事会议 是不需要被尊重的 但是 现在看到的似乎不是这样 尤其在这里要表达对 执政党的 有一点失望 这去年 好像还有陪审案的草案出现 今年就完全没有了 作为立法院的一个机构 如果你要保持中立的话 那么在司法院只提 参审的情况之下 那么 执政党的立委 似乎也不应该太早表态 那么如果你们一定要提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两种草案 都应该提出来 来讨论 这样是不是比较妥当一些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只有一个陪审的草案 这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 同时我听说 我应该必须提出来 因为我只是听说 这是传闻证据 那提出来就有机会让别人来澄清 就是民间团体和司法院的协调 跟司法院的协调里面 司法院是答应提出两个版本 但是最后只有提出一个版本 那为什么我想司法院自己应该会解释 那我在想 司法院好歹是公家机关 这个使用国家许多的资源 应该也有能力 去提出另外一个版本才对 就算他们不愿意 或者是民间我相信也是很愿意提供协助的 那么至于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在司法院国事会议期间 我当召集人 所以我不断正面表达意见 以免对另外一方 任何一方都有某种暗示作用 但是在司法院国事会议之后 我写过一篇文章 登在东森云 我说其实一个理想的制度 我们一定会有法官的独任制 又会有参审制 又会有陪审制 而三种制度并行是可行的 因为所谓在提纲里面有提到说 对于专业素养 专业程度的这个落差如何处理 或者说如何调整的问题 其实真正在所谓的参审制 他真的是比较需要专业知识的 为什么 他连从事实的认定到法律的适用 到决议的最后 如果说有处罚或者是赔偿的这种调整 非常需要专业知识的 其实是比较专业的法庭需要的 例如财税法庭 例如商业法庭 或者是甚至医疗法庭 像这样的法庭 他需要有专家 而这个专家都不是法官 这个专家是那种行业里面的专家 这种才真正需要参与审判 这样的这个制度 至于一般我们最引起民怨的 一般的所谓的民刑事的案件 尤其是刑事上面 比方说杀人案件 伤害案件这些 他在事实的认定上面 最需要的是因果法则 就是证据法则 而证据法则这个部分 他所需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基本的事物逻辑 他可以说建立在 不受专业盲点误导的 或者专业偏见误导的常识 更重要 而就这个分布在每个行业 在我们的人力里面就有 反而我们在很多的 冤案判决里面看到 每一个冤案 你如果去检视 他都是非常荒谬 那样子的证据法则 已经超过时间了 还有几分呢 大法官他在上面都有时间 全面的地方都有时间 剩下一分五十六 对不起 在这种证据法则里面 人民的判断 尤其是多数人的判断 多数人的质疑 才能够导致比较正确的结论 尤其坐在那里的人民 他比较容易想到 如果这件事情我碰上了 怎么办 法官因为他的专业习惯的关系 他很难想象到 自己会成为被审判的那个人 他比较容易想到的是 我这个案子不要开花 我这判决能够写得出来 这个案子能够赶快把它解案 我们看到的很多错误的判决 都是这样造成的 而他们有一个阴行的习惯 那里面造成一种体制性的错误机制 这个只有让自然的参与 更多的人的参与 然后他每一次都是很新鲜的面对 一件事情 然后他一定很容易的去想到说 如果我自己是被审判的人 陷在这样的困境 那怎么办 这种同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样的案件 陪审制才能够避免错误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所以呢 我就先说到这里 剩下的几秒我要说 公民团体资源很少 他们常常办很多事情 的确都很匆忙 这是我这几年 跟公民团体来往的心得 但是我们的立法院好歹是国家的宪法权力机关 为什么我上个礼拜一天才被问到 然后呢 礼拜一就接到通知 然后礼拜四就要来开会 这种安排好像我们是内部员工的样子 或是内部的工作人员 我希望立法院不要造成这种粗糙的程序的这种印象 实在是不太好 好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徐秀大法官 待会那个会后的时候 容我再跟您解释一下 整个立法院的那个运作 那对于大法官心里的不舒服 那我在这边也代表本院呢 跟大法官致歉 好 抱歉 谢谢接受 好 我们 因为这个 苏夫院长还有公务 我们感谢他特别波容来参与 接下来下一位呢 我们请尤博祥 尤律师 他也是我们司改会的这个委员 现在请尤律师 好 谢谢 我本来以为迟到会后面讲的 虽然好像对前面的人有点不太公平 不过既然那个主席点名了 那我就先发表我的意见 我以下的意见分成四大点了 当然依照主席的指示 不受限于提纲 所以我的意见里面也许有一部分也会回应到提纲 但是完全不受限于提纲 第一块就是我们想 我想先澄清人民参与审判这个制度引进来的目的是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 司法院这一次的决策过程 提到贵院这边来审议的这个决策过程 我想表示一点意见 那第三块我来讲一下 司法院这一次草案里面所使用的参审是有哪一些制度上先天的问题 那呼应了这一点 第四大块我再来表示 针对那个司法院的草案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我来表示意见 那我想先就第一块的那个人民参与审判的目的来讲 我想今天大家来这个地方讨论 事实上这个议题已经讨论很多年了 那其实有一点始终没办法厘清 或者说没有被认真厘清 就是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 而去引进了人民参与审判 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引进人民参与审判 让我们的制度好听 所以引进这个目的 不是为引进而引进 在我看起来引进人民参与审判的目的 唯一合法或者是正当的目的 就是在于增加司法的民主控制 乃至于司法的问责 为什么这样讲 如果我们去看台湾的司法制度 我们看我们的宪法 甚至乃至于后面的摘修条文 我们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司法制度 在这个世界上是独树一格的 以民主国家来讲是非常少见的 其他的国家 他的司法人员 事实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民主问责性 以文龙兄他最熟悉的美国制度来讲的话 他的法官的产生 事实上是经由一定的民主过程去产生的 以德国来讲的话 他的法官虽然没有经过民选 是由考试产生的 但是他也有相对来讲一定的民主问责 这一类的国家 至少以欧陆法系来讲 他也会跟美国一样 由国会来发动对于法官的弹劾 或者是纠举之类的程序 利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对于司法的民主控制跟问责 但是台湾的宪法相较于这些国家来讲 他非常的特殊 我们的宪法也许是因为诞生于威权统治时期 在训证时期产生的 所以反思于当时的那个法官的不独立 所以我们的宪法高度的强调法官的独立 可是在相对强调高度强调法官的独立的同时 事实上就没有给法官足够的民主问责 当时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载行之后 马上这个问题就呈现出来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司法的不够独立 事实上相反的是司法的傲慢 钻断 那这个问题就呃背后呈现出来的 在最大的制度上的癥结就在于 我们的整个制度缺乏了司法的民主控制跟问责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最近司法权跟监察权之间的呃分争 也可以看得出来司法权事实上是完全呃 抗拒外界对于他一切的监督跟问责 他们只要呃外界对他们有所批评跟指教 他们就认为说你侵犯了审判独立 但我想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果今天要引进人民参与审判 事实上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说 透过人民在个案里面的参与 使得司法可以被民主控制 可以被民主问责 一定程度上这个可能性是达到了 虽然说没有修改宪法 但是至少在制度上有了人民进来参与审判 那至于司法院过去一次在讲说 我们引进人民参与审判 可以增加民主信赖 人民的信赖 在我看起来这只是其次而已 那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司法院惯用的一些讲法 比方说人民参与审判进来之后可以知道法官的辛苦 了解案件审判的过程 那因此增加了对司法的理解 那我觉得这更是等而下之的目的了 我想这完全误解了 那些可能只是附带的效益 但是真正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说 他增加了司法的民主控制跟问责 是国民主权的展现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司法的民主化 司法的民主化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大块我来表示意见的就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次的决策过程够不够民主呢 事实上从刚才苏前院长再讲到 他主政时期的那个官审制 再到许院长他主政时期的参审制 这个都是人民跟法官合审合判 也是人民参与审判的形态的一种没有错 但是事实上他从决策的一开始 就把人民参与审判的原始的形态 也就是陪审制给排除掉了 可是我的想法是认为说 既然人民参与审判是一种民主理念的展现 是国民主权原则原理的展现 那么这个决策过程 事实上也应该是民主理念的落实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司法院在定案之前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公平的程序 或者是公开透明的程序 让人民都能够参与到这个程序里面 来让大家好好的辩论辩论 讨论讨论 看看说到底哪一个制度比较适合台湾 司法院一直以他自己专业技术官僚的角度去认为说 台湾人可能不适合陪审 台湾人可能只适合合省合畔的参省 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天启是从哪里来的 请原谅我用Auf Barron这个天启这个字来形容 因为我真的看不出这个角色过程到底有什么样的理据 这完全只是主政者自己的偏好而已 那也许主政者有这样的偏好 是因为他本身是受过高度专业训练的专业技术官僚 所以对于人民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不信任 但是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偏好 这样的一种偏好去决定政策的话 那事实上就表示你完全不了解人民参与审判 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对这一点是深深的感到存疑的 为什么民间施改会会一直希望说 至少两次要能够并行 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说 如果你从这个决策过程来看的话 一开始致死就只独孤一昧的话 事实上这个决策过程是不足的 那么至少要事后要有个机会让两制 都能够让我们的人民有机会接触到 那么也许最后在定案的时候 人民也有充分的机会了解这两个制度 才能够做出最睿智的判断 那第三块我要去讲就是说 参审天生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参审其实是陪审的变形 人民参与审判的原始的形态 是存在于日耳曼法治里面 而在日耳曼法治里面 事实上它跟民主的制度 事实上是 就所谓的原始的民主制度 事实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只是在欧陆这边 在中世纪之后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里面 专制王权去取代了 人民参与的任何机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民参与审判机会也被剥夺 所以陪审制事实上 只有在英国那个地方 透过了那个 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 才有机会生根发芽 并且在启蒙时期之后 又回到了欧陆 并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透过法国人的革命输出 传播到整个欧陆 但是在这个传播到整个欧陆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人民主权 或者是民主理念 跟贵族官僚的统治 两者之间产生了对抗 在形式上面算革命输出了 但是就有了统治阶级 并没有被打破 所以在两边角力的情况之下 最后在欧陆国家里面 就产生了核审核畔的参审制 这个从法治史上的考察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 从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参审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正是因为专业官僚 或者是贵族统治阶级 想要控制陪审人 所以引进了参审制 让专业法官能够控制职业 控制人民 所以他始终无法去解决 在那个核审核畔的平易过程里面 权威效应 将人民当成花瓶 所造成的危机跟影响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德国的参审制 实施之后 不管是德国人 或者是德国人自己 或者是外国人 对于这个参审制实践的研究 都显示出 德国的参审法官 德国的参审员 事实上就是花瓶 他们也不会言这一点 那我只能讲说 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 我只能说 偏好技术官僚统治 甚至是专制威权的政府 他会比较prefer参审制 这个是在法治史上 可以看得到的 民主国家里面 可能也是技术官僚统治的影响 才会使得参审制占了大多数 如果以欧陆法系来讲 那我最后来讲一下 司法院草案的问题 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 我简单讲一下 司法院草案的问题 司法院草案的问题 在我看起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仍然没法去处理 权威效应的问题 因为三个职业法官 加六个素人一起核审核判 三个职业法官 你想想看三个职业法官 跟六个素人 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么我最担心的问题 就在于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权威效应 没办法去解决的话 会造成的问题就在于说 只要你实施一两年之后 当人民的新鲜感失去了 觉得来参与这个审判没有用 来参与这个审判 事实上都是被法官带着走的 那么他就失去了热情 可是人民参与审判 事实上对于人民来讲 是格外需要热情的一种制度 因为来参与审判 事实上我要花时间 我要花掉我的精力 我会误工 我可能会因此 这样子丢掉了工作 尽管法律规定说 老板不可以这样 把我开除掉 但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尽管会给我补贴 但是这个对我造成诸多的不便 最重要的是 他给我造成非常大的 道德上跟心理上的负担 我要判人生死 没有人喜欢这样子做 除了法官以外 没有人喜欢这样做 法官没有办法 因为他是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高度热情的工作 可是只要你实施之后 一段时间 人民发现自己进去没有用的时候 这个热情消失了 这个热情消失之后 这个制度还维系的下去吗 还是到最后就形式走肉化 我非常担心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从国外的文献 可以看得到就是 参审制在德国在日本 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权威效应没办法去解决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另外一块就是 他这个诉讼程序大有问题 他的诉讼程序大有问题的地方在于说 虽然说没有错 他引进了起诉状一本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突破 但是他并没有好好的去处理 这个起诉状一本制度 引进我们的诉讼程序之后 会产生的问题 相反的他还多弄进来一个 所谓的三阶段证据开示 这个三阶段证据开示 会造成的问题跟影响 对于被告辩护权的妨碍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文献 都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协会 之前也有发文给贵院 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上一届的时候 所以我想我这个地方就不多说 那第二个就是 他这整个证据调查程序 事实上也欠缺缺密的思考 我比方来讲 我跟林俊宏律师 我们都有参与过 司法院所做的那个模拟审判 所以我们对这一点 非常的有体会 在职权调查 目前的 卷证并送制度底下的 一些证据调查程序 事实上是被保留 整个保留到 目前的起诉状一本底下 那完全不会通了 目前的那个 职权调查 卷证并送底下 也有一个所谓的 提示卷证并告以要旨 然后让被告表示意见 那个完全是职业法官 在做的事情 但是居然被整个保留到 起诉状一本的 这个制度底下来操作 那就多所汉格 多所影响 那这个部分所造成的问题 就在于说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笔录这个事情 到底是书证还是仁证 永远搞不清楚 但是笔录是书证还是仁证 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的话 起诉状一本就无法落实 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传闻法则没办法落实 对于证人的交互结婚 事实上就只能够做半套 你到底是笔录审判 还是仁证的调查 我们永远搞不清楚 第三个问题 有起诉状一本 但是没有输英制度 这导致整个审判范围是浮动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套草案 是为了急救章 能够赶出一个成绩出来 而送到公园这边来 但是其实中间有很多的瑕疵 跟问题 没有被公开的检视 没有被好好的检视 那么贸然下去实施的话 可能会造成将来实物上 很大的问题 以上 好 我们谢谢 有律师 我们接下来请 我们台湾陪审团协会的 郑文龙创会理事长 我首先要谢谢我们召集人 今天召开这个公听会 否则我们认为司法院好像就一定要 用这个参审制走下去 连我们讲话的 民间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感谢 我们召集人 今天有一个这个公听会 那再下来我要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是国民法官 那陪审团呢 刚刚游律师讲说 那这是天启吗 那我在想说司法院你真的要用国民法官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你知道这样子实施的国民法官制度下去之后 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吗 什么影响 冤案制造机啊 现在司法院的国民法官参审制 就是一个冤案的制造机 这是我们要的吗 我等一下会有数据 司法院你用的国民法官就是抄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我有一个文章等一下看到 美国的这个佛罗里达州大学教授 Bragas的研究里面就提到 这是全世界最怪的制度 日本的参审制度 我们为什么全世界有52个国家 是审判的陪审团是主流 而且用的都很好 好的你不学 你去学一个最坏的 这个什么论理逻辑 我完全不懂 我们民主国家可以让 这个官僚体系这样玩吗 那你这样可以真的解决到你的问题吗 我们现在民主化的潮流 就是去 这个独裁化或是威权化 全世界在改造这个司法制度的一个潮流 就是人民参审审判 而大部分也是裁陪审团 没有人在走这种 就是很奇怪 国家才会裁这个所谓参审 你为什么去学日本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有一个天皇 你台湾有天皇吗 你怎么会写这种制度 你看隔壁的韩国就好了 韩国2008就用陪审 韩国也没有去裁一个什么参审 你怎么会学一个很怪的制度 而且日本更怪的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在2004年 采一个司法改革 因为他们有很多冤案 所以他们叫做人质的司法 他们有一个司法制度 比台湾还荒谬是什么 他们的被告在侦查阶段 在警察局是不能请律师的 你可以想象吗 到现在什么年代了 日本还采这种制度 你们还去学这种烂制度 好你看等一下来了 怎么冤案 你看日本怎么造成冤案 改革之后用国民法官 还是冤案 国民法官的裁判研制度 判罪率多高你知道吗 99.5 其实5后面还有点点点 我把它拿掉 无罪率多少 0.5% 这个正常吗 这个判罪率这么高 我把这个 这个就是他们的统计 从2009年到2012年 总共有 判了有罪跟无罪 总共有3769件 判有罪3769件 百分之0.5 百分之1都不到 好我再看一个另外一个统计 这个是他们民间一个统计 这个在论文里面有提到 有858件的审判案子 在2009年 904个被告 有903个被判罪 你们要用这种制度吗 好民进党 党团你们采这个制度 以后责任你们担得起吗 定罪率 2009年 如果采这种参审制 定罪率是 百分之99.889 所以为什么那个雷诺汽车 那个要逃亡 他知道在日本一被起诉了 跑不掉了 人质司法 他连被警察抓的时候 都不能有律师 起诉之后就定罪了 我们要采这种制度吗 你只要被起诉你就完蛋了 这个都是论文 我的资料都从论文里面 引出来了 好我们正常看一下 正常的定罪率跟无罪率 大概应该多少 你看韩国2009年 2008年开始的陪审团 他的无罪率是17 那美国的法官 职业法官的判罪 无罪率也是17 那美国的陪审团是33 比法官多一些 他们也研究为什么 因为陪审团比较注重遵守 无罪推定原则跟证据 依照证据裁判 然后他们有9成的法官 认为陪审团以上 都认为判得很好 韩国的研究资料 9成1跟9成2都认为 陪审团 判得很好 没有问题 为什么在外国的陪审团 连法官都认为没有问题 在台湾的司法院就认为有问题 这个韩国的资料 时间有限了 就走快一点 这个我的书里面 我有研究里面 都有引用 有罪判决 无罪判决 法官的判决比例 跟陪审团的判决比例 那日本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刚刚游律师讲的 权威效应 就是法官在控制陪审员 这个在德国 的法官也自己承认这样 俄国也是 俄国曾经采用参审 后来又改陪审 他们也认为他们的参审员 叫做点头参审员 或是叫他们叫做什么 木偶 我们台湾 现在要 参审的意义就是 把人民当花瓶 来背书 然后判罪例 以前的焉案 就不会改变 然后我另外找了一个 日本通信社的调查 他说有百分 我刚刚讲那个是 调查是 是百分之二十一 参审员说有干涉审判 干涉他们审判 我另外再找了一个是 日本民间通信社的 十周年的调查 有39%的参审员认为法官在干涉 33%认为说有一点 有6%认为说有在诱导 干涉他们 好那我把这个里面 总共 有将近三十次的这个意见 有27则认为有诱导 跟23则没有诱导我翻译的几则 第一个他说 我觉得法官的话影响我很大 第二个他说 结局一开始都决定了 不用再讨论了 法官都决定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呢 还有这个说是什么 他说感觉判决一开始就决定了 就觉得没有评论的意义了 然后另外一个说呢 虽然我已经尽量注意 但是裁判也都是素人 所以都会导向法官的思考方向 所以你们用这种参审 用法官来控制百姓 只是过一个场而已 以后会暂时为什么 冤案会更严重 为什么 判罪率一样高 然后它更严重是什么 我们现在还有少数的案子 还可以去翻案 但是你人民进来背书了之后 你以后冤案连翻案你都不用翻了 因为人民背书了 这是我们要的制度吗 那日本有天皇 我们没有天皇 我们干嘛去学日本 日本还是一个这种 很保守的社会 我们从专制威权走向民主了 我们现在都可以只选总统了 我们怎么去学那一套怪的制度呢 还有像你看西班牙 其实不只是南韩 西班牙都采陪审 你们研究不够透彻了 那我要讲第三点是诚信立国 就刚刚徐玉秀 大法官有讲了 施改国事会7比7 你凭什么现在是采参审 还有就是说民进党 党刚采陪审 2012党团也采陪审 你现在又不要了 你的诚信在哪里 另外就去年司法院跟法务部 还有我们民间施改会跟陪审团协会 有协商的一个版本是两制并行 两边都别想接受 为什么又不要 这个是我当初的开设会议 司法院的代表 法务部代表 民间的代表都在这里 我们这个讨论的题目也都有 甚至条文都出来了 司法院你为什么去年跟今年就不一样了 你的诚信在哪里 讲到内外双轨 就是两制并行 谈好的陪审参审呢 所以我认为 这个司法院的这个 用参审会是一个错误的灾难 那他真的要解决问题 权威效应没有办法去除 还有就是说 我们司法真正的问题 我认为是司法三病 一个是贪污 一个是恐龙判决 一个是政治干预审判 你参审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了 法官贪污继续贪污了 还有一个重要 司法院的参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看他隐藏证据秘密审判 第一个就是说 检察官不出证 还分三段 第二个 二十五条里面 他说选任参审人士 避密审判 我们司法院还在走 避密审判的制度 因为我时间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里 那如果第二轮 大家让我补充好不好 谢谢 对不起 主席 这算权益问题吧 周文龙委员提供的资料错误 是九比七不是七比七 陪审是九 好 没有关系 不管是九比七还是七比七 我们现在听到两个意见 就是表示那个认同的票数 其实都蛮高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请金孟华教授 是我们交通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教授 金教授请 主席委员 主席委员 那参审则 那参审跟陪审最大的差别 从表面上来看 是由谁来决定事实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单纯 好 那我个人对于那个台湾 我应该是说 因为我是流媒的 所以我对陪审制 我是这个 在理想上我是有信心的 好 我是喜欢的 但是我认为在台湾现在的状况呢 我对于陪审 采取陪审制是比较感到忧虑的 感到忧虑的原因并不是 对于一般人民没有信心 而是对于法律人 还有法律文化 好 没有信心 好 我认为法律人跟法律文化 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的优励最主要是来自于 技术面的部分 好 那我接下来会 着重于这个技术面的论述 简单来讲在陪审制下呢 法官是完全不介入事实的认定的 法官只做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是 确保两兆的公平 第二件事情是筛选证据 法官非常的被动 所以整个程序是完全仰赖 双方当事人来进行 那双方当事人必须要具备 什么样能力呢 好 有一些双方当事人的核心能力 包括说故事的能力 好 双方当事人要能够把一个案件 用一个故事的方法说出来 让陪审团员能够在现场 充分的吸收 理解 然后做出认定 当事人 双方当事人要能够用平民化的语言 好 不可以再讲这些法律的专业术语 要用平民化语言让陪审团能够理解 当事人要了解素人的需求 要有化繁为简的能力 他要知道素人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当事人要知道说要怎么样争执 可能对于素人产生偏见 或是误导混淆过度评价证据的这些资讯 要帮助素人 要对于整个法庭中流通的资讯 是否对于素人有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 要有足够的敏感度 好 基于这些原因 我认为法律人尚未准备好 法律尚未准备好的原因 有下列这几个 好 第一个是 在我国有实务工作经验的先进 大家都了解 我们对于两造对抗制这件事情 有非常高的沉乡差距 离开台北以外 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在两造对抗制下 是很难施行的 法官必须要高度的介入一个案件的进行 通常是越乡下越仰赖法官 然后两造对抗的成分越少 好 那我们知道 两造对抗制要能够成功 它的前提 它的假设是在于说 两造是一样强的 然后在两造 在一个公平的场域 一样强的情况下 透过相互的激荡 最后产生 那个发现真实的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边 特别的积极 一边特别的弱 好 那 然后法官都没有办法介入的话 那最后 无可避免的可能就是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所以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在两造对抗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在台湾很多地方 台北以外的这些地方 我们假设法官都不参与 然后不会出错 这个假设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第二点 筛选证据 我们其实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证据法则 美国虽然对于陪审的这个理想 这个ideal是信任的 但是呢 在技术面上 美国对于素人是不信任的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严密的证据法则 他的证据法则会控管到 品德证据 什么时候可以进来 关联性有非常多的论述 美国联邦证据法403条 针对是否会产生偏见混淆误认 然后那个延迟诉讼 还有证据的价值要如何做 横平 这些都是美国经过长久以来 发展出来的证据法则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有一个阳春的证据法则 我们的证据法则是为法官设计的 不是素人 所以他没有考虑到素人 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第三点 法学教育的问题 我们在美国读书 如果今天一个法律学生 想要变成诉讼律师的话 他在法学院一定要修 Trial Practice这门课 就是如何打诉讼 如何进行口说 因为口说是 陪审制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这件事情在台湾 我知道的只有国内的法学院 只有一两位老师在教这件事情 其他我们不 我们法学教育是不在乎口说能力的 最好的法律学生是 写的好的法律学生 我们的评价就是如此 如果今天我们要 完全的变成陪审制 然后法官都不参与 我们的律师检察官 他必须要有很强的口说的能力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法学教育 是没有办法支援的 再接下来我想附带一提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杜绝恐龙法官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陪审 美国的陪审制 陪审团是不参与量刑的 可是我们针对恐龙法官的批评 其实 法律 法律专业社群都知道 针对恐龙法官的批评 主要是针对量刑 那陪审制又不 陪审团又不处理量刑 用陪审制 打恐龙法官 好像有一点做错题目的感觉 因为重点是量刑 参审制的国民法官才可以参与量刑 不是吗 另外就是 采取国民参与审判制 对于恐龙法官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从模拟 从过去这两三年 司法院在办的这个模拟法庭 的成果来看 我认为是绝对有帮助的 因为 今天有一群人 法官必须被迫面对一群素人 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对法官的决策 造成影响了 那至于说 会不会有刚刚讲的 刚确实有 那个专家提到权威效应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 那个接下来 如果要实行以后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问题呢 有几个 我心里面是有几个 那个方案是可以采行的 一方面是透过对于法官的专业训练 另外是我们要 让那个国民法官 他能够 在资讯的落差上 还有专业性 能够尽可能的 透过一些工具 尽可能的填补这两边的落差 让两边更能够 做实质的讨论跟辩论 那这个部分 那个因为太细了 所以有时间关系我就不提了 那最后我附带一提的就是说 那个草案里面 我有一个部分是 刚刚先进也有提到 针对证据开市的部分 我个人也是 比较保留的 我认为全面开市 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做法 那以上报告谢谢 好 我们谢谢 江湾大学金教授 我们下一位请 本院委员叶玉兰叶委员 主席 司法院的秘书长 还有法务部的蔡正次 以及在座的各位 新进专家学者 谢谢你们一起来为我们 我们恢复我们的司法公信力 唤醒司法而努力 本席今天会来出席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想要为第一线的 锦销同仁来发声 因为去年 对不起我的投影片 时间能不能暂停一下 好 我们时间暂停一下 我们请幼儿园 我们重新开始 好 我请下一页 谢谢 其实去年在七八月 两起警察 在执勤的时候 因公殉职的案件 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火车上面 应用去牺牲自己 然后阻止这场 危惧的李承翰警员 八月份又有一位 这个戏子的警察 叫薛定月 他去追捕独驾 然后生亡 其实本行因为都有趣 所以其实看了都蛮悲伤的 因为在警察团体里面 最常流传的一句话 就是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所以很多同学都告诉他们说 下辈子不要再当警察了 但其实不只是警察 我们看到第一线的EMT的救护员 或者是急诊室 也常常发生有类似的暴力 那在这段疫情中 我们也看到医护人员 对于我们俄人的 他们的牺牲贡献也是很大的 那对于这些 到底因公正在第一线 提供给我们保护救护的这些人 我们的司法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牺牲 因为当这些人牺牲 然后没有在司法上面 获得应有的正义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我们司法的满意度 跟信任度 常常都会在所有的民调里面 敬佩莫作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司法改革 要给人民 要能够更接地气 更贴近民意 要给人民了解说 我们对于你们的呼吁 我们的确是有听到了 我们能不能承诺 要保障锦销医护的需求 能不能承诺 要反映出民意的需求 所以本席其实在过去 这几个星期 也常常来出席 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对于未来参审制 或者是司法改革的相关的会议 我已经先提过了 我们应该在未来的参审制的 国民法官 要在进行组成的保障上 无论是性别的名额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保障名额 都必须要能够扩大参审制度的适用 那今天本席则要为锦销医护来请命 希望未来司法审案制度上 能为这群勇敢的人 提供更多的保障 让他们能够 为了保护人民的时候 他们可以免于恐惧 免受危害 本席也要借这个机会 在此 针对我国未来司法改革 提出一些比较初步的思考 鉴于现行的刑法 不足以遏止对于锦销医护的暴力 因此本席主张对于公务员 医事人员或警机医疗人员 在执行职务业务时 他如果犯了杀人或者是伤害罪的 应该要有加重骑刑的规定 那么 我觉得除了我们先前所谈的程序保障之外 我也要提醒各位 不要忘了民间 过去我们不管是白玫瑰运动的时候 大家的呼吁跟初衷 过去我们喊立法院 你对得起人民吗 今天我们更要问司法院 你们对得起人民吗 你们对得起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吗 对得起大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吗 我们希望司法院能够务实的 对本次的司法改革 提出更符合民众期待的办法 而不是求省事 辜负全民百姓 对司法改革的殷切期望 千万不要再让警消医护 出现下一个牺牲者的时候 觉得正义完全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正义需要配套 我们不仅追求程序正义 我们也要追求性别正义 跟族群的正义 这个公厅会 我看到赵伟已经邀请到 可以说是国内对这个领域上面 最有贡献的事务工作者 法官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我希望我的这份发言 能够献给在我们社会上 最勇敢的这群人 警察 消防 医护人员 我希望不分蓝绿 我们共同追求公平审判 以及实现社会正义 谢谢各位 辛苦了 好 我们谢谢叶委员 我们接下来请刘芳玲 刘教授 刘教授是我们东海大学 法律学系的教授 这位先进 各位好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做报告 那因为刚刚郑文龙理事长 对日本的说明完全错误 所以我这里必须做一个更正 因此我本来要说的内容 也就必须请诸位呢 观看我所提供的书面资料 首先呢 郑理事长提到呢 日本的天皇制 我国不是天皇制 所以不应该学习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但事实上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跟天不天皇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件事情 呃 郑理事长提到 为什么日本人要引进裁判员制度 是为了解决人职司法 这完全错误 他要解决的是精密司法 而这件事情呢 可以请诸位啊 参见我的书面资料里面呢 第四页 有引著 那看得懂日文的先进的话 可以把那本书找来看 好了 这就是说到我留学的时候 我留学的时候林俊逸大法官 代表司法院呢 到这个日本去考察这个裁判员制度 当时呢 这个裁判员制度的主导者 也就是锦上证人 他是座长 所以呢 林俊逸大法官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的司法 长期以来受民众的信赖 在公务员的信赖之中 法官几乎年年残连第一 而且不信赖度 只有一成多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 引进裁判员制度呢 锦上回答 因为我们好还要更好 那什么叫做好还要更好呢 好还要更好的原因 当然是笑死人 因为事实上 觉得好的只有国民 日本的学者觉得 日本的司法太糟糕了 尤其是谁呢 平野荣一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他在他的论文里面写着 非常失望得起 什么叫做非常绝望呢 因为日本的定座率是99.9 所以刚刚这女士长的说法是错的 不是因为裁判员造就高的定座率 而是为了降低高定座率 所以引进裁判员 因此在引进之前是年年99% 引进之后终于下降为99.5% 这才是真相 你没有没有看我的资料 看到啊 裁判员是百分之零点零点零点零 法官是零点零 法官还比裁判员好 你连我的资料都 你可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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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回去找 你可以回去找 在裁判员引进之前 日本的定序率是99.9% 我都是引用资料的 这个是众所公知的事情 这是众所公知的事情 所以我要说明 这跟人职司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职司法是指什么事情呢 是因为日本有一个漏袭 也就是他们的律师 常年你还在批判 如果 如果我问他十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 你还在讲警上证 你懂不懂 警上证人好还要更好 你认为很好笑我同意 本来就很好笑 但是裁判员制度造成冤狱 这个我不同意 因为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事实上裁判员引进以后 他的有罪率是下降的 造成有罪率99%是因为精密司法 跟人职司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职司法是指 日本长期以来有一个漏袭 如果你不自白的话 你很难获得 你很难获得保释 这个是事实 你不用再跟我争了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你不要再争了 在裁判员引进之前 有助率就是99.9% 这个是事实 不用再争了 而且这跟人职司法没有关系 是精密司法 人职司法是指 如果你不自白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保释 所以被日本的律师长年以来批评 解密司法是什么东西 是指 检查公益起诉 因为有罪率99.9% 所以会导致 公判中心主义成为一个落空 公判中心主义形式化 等于在起诉当时就是定罪之时 所以拼也容易才会呼喊 太绝望了 日本的司法没有救 问题是国民非常喜欢这个司法 他觉得这个司法很有效率 所以才引进裁判员制度 要导入精密司法 那为什么裁判员制度 之前的精密司法 日本的现代度会这么高 那是因为 日本的自白率年年破九成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些被告到了法庭 日本明明有交互结论制度 结果九成以上的被告 完全同意检察官提出的 真典跟证据 大量使用传闻例外的同意书面 导致法官也无力可回天 因为被告自己用罪 所以日本的情况是 因为被告都不complain 请问别人有什么资格说 这个法庭不公平 所以因为日本是这样的情况 才引进裁判员制度 跟人职司法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就是事实 好 所以我们接着要讲 重点是什么 回到理论 刚刚呢 对于日本裁判员 所谓是世界上最烂的制度 可以请各位看一下我的资料 第七页 第七页是什么呢 是令和二年 2020年3月所公布的 它公布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看到第八页的说明 在被选内为裁判员之前 想参加看看的人只有24.7 非常想参加的只有9.1 换言之大家根本不想参加 理由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就觉得给法官判就很好 然后我们也很信任 反正被告大部分他们也不争执 所以就觉得你们不要烦我 可是他真的被选任他参加以后 对他的说明 体验是好的 有38.4 而认为体验是非常好的 高达57.3 所以他们体验以后觉得裁判员制度 运作得非常好 竟然是高达95.7 那朱卫刚刚就会很好奇 那郑理事长所引用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认为他被法官主导 被法官干预 被法官诱导 是什么呢 当然是95.7 另外的4.3 没有错 确实4.3是觉得他被法官干预 他觉得这个很不好 所以刚刚政委员关于日本的部分 我订阵完毕 那剩下的时间我做底线补充 第一件事情 就理论上来讲 我并没有偏爱陪审或参审 因为事实上 刚刚的讨论有一个奇怪的前提 好像陪审就可以减少冤狱 参审就会制造冤狱 这个很荒谬 因为不管陪审或是参审 都是审判主体的问题 你至于说法官会去控制干预人民 那只有一个前提 那个法官既不独立 也不依据法律与良知审判 他是政府的打手 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他是一个独立 而且凭法律跟良知判断的法官 那么不管他是陪审还是参审 都不会直接跟冤案有任何的连结 好这是理论上的部分 第二点 就如大院提出来的 在我国如果你要说明你要是陪审还是参审 你就要看我国的现状 我现在要呼吁金教授的说明 因为我跟他采同样的立场 以我国的现状 尤其我以前也有职业律师的经验 我个人对陪审的实施会比较担忧 理由就是像刚刚金教授所提到的 第一个是不是只有谁当主体的问题 那是涉及到长年的法学教育 跟你能不能面对你的审判者 已经是一个纯粹的素人 因为诸位要知道 一个良好的陪审 他能够是一个良好的人民审判 而不会沦为民粹审判 其实最大的关键点是在于两件事 第一个严密的证据法则控制 第二个非常见钱的双方大事人抗辩机能 但不幸的是这两件事情 在我国并不存在 所以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 我认为如果要导入国民参与审判 确实陪审的风险在我国现状而言是更大的 然后就恐龙法官的部分我只补充一点 因为恐龙法官除了刚刚金教授讲的那点 我非常同意 诸位都可以知道 我国最不满的是量刑过轻 所以如果导入陪审是要打恐龙法官的话 从这点来看是打击错误 第二点是 其实恐龙有假恐龙跟真恐龙 这点呢 我里面有引王兆鹏教授的文章 因为有很多时候 他是为了要捍卫人权 依法判决 导致他的结果不符合 普遍主流民意的常识 可是那个时候的法官 并不是真的恐龙 他只是不想内属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不太建议用恐龙法官这个名词 我们还是恢复正常的 到底所谓的司法公信是什么内容 把它定义清楚 然后我们要达到怎么样的审判的情况 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讨论 会比较适当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发言都到此为止 好 谢谢刘教授 我们接下来请台北大学林超俊 林教授 谢谢主席 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参加本日的宫庭会 那我先从第三个问题开始讲起好了 就是说 当前我国是否具备 十四国民法官或陪审员的环境跟 呃 跟条件 我想基本上该这么讲 从19世纪末期开始 西方的主要国家 基本上都采取一定的人民参与审判 所以在先进国家里面 没有采取人民参与审判 刑事案件没有参与审判的 反而可能是个 可能会是个例外了 那个问题关键主要在19世纪初期 当时候英美法已经有一定的陪审制度 那欧陆国家在法国开始 法国开始采用类似英美的陪审制度 然后后来将 因为法国当时候占领蓝河沿岸的一些领域 今天属于德国领域 所以后来德国法也寄售 然后整个欧陆国家寄售 那日本战前也有一定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日本战前有一定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虽然二战之后废止 但是我想带助各位知道 日本在最近近20年来又恢复 所以采用人民审判制度 从比较法来看 似乎是一个必然 那以我们现在明治早开 而且也就是说 宪政制度已然落实情况之下 我想这当然不是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回答第二跟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要谈就说 人民是不是要一定的素养 法学素养才能参与审判 我想这个可以利用陪审制度的精神来做个说明 陪审制度里面它其实是强调就说 它希望参与审判人民 其实最好是事前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 或者是不需要具备法律素养的 人民参与陪审制度 这是陪审制度下它那个基本上那个精神 那所以可以从典型的陪审制度里面 它是从人民去海选 人民参与 然后只参加一次性的审判 而不是类似德国的参审制 是固定式的 四年任期 比如说一任可以参与数次或数十次的审判 所以以这点来讲人民参与基本上 是不是要具备一定法学教育 从陪审制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不这样一个要求 那正因为它不要求是要一定法学教育 所以从陪审制的观点 或进来法国日本 引进陪审制前阶段 从人民海选之路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样的人民对于审判的处境 至少有五点的贡献 这就要回答第四个问题 换言说为什么今天要与无法学素养的人民 参与刑事审判 主要有五个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就是说 无法学素养的人民参与刑事审判 可以补职业法官可能有了专业上的惯性 或者说在最坏情况下是职业法官那个致意 换言之 任何一个职业都有一定的 不成文的或是软性的规则 所以今天适度的在一些重要案件里面 让外界的力量导入的话 可以调和内部可能不必要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重要贡献是说 以无法学教育背景人参与审判的 第二个重要贡献在于说 根据一般的研究 有时候或在相当时候 因为这些人民的历练经验 成长背景跟职业法官有别 所以反而在事实认定上可以帮助职业法官 做比较切实的一个事实认定 那第三个优点 因为接触前面 因为他的成长背景历练跟职业法官有别 所以每每在评议的过程中 他可以提出一些看法 论点或观察到地方是职业法官所无 换言之可以补职业法官所欠缺的部分 那第四个优点是在于说 在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下 不论是陪审或参审 职业法官都必须跟人民有一定的接触 反正这个时候他必须用简单 浅浅而且明白的语言 让人民可以了解什么是法律 或这个案子为什么要这么判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促进 人民对法律的一个理解 可是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司法体系的一个信任 那第五点 这是近来依据美国学说的一个看法 对于绝大数人民而言 一生中除了选举以外 就投票以外 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就是在人民参与审判 换言说今天一般人民而言 其实没有机会去掌握别人的身杀大权 或一般财产的语夺 没有在参与公共事务 才有这个机会 那人民参与审判 这是提供这样的一个 夹击对于人民而言 所以对于整体社会 或人民法治的一个处境 法治意识的处境 或法治建设的处境 当然是有他这个重大贡献 所以就基于这五点的话 当然就现阶段而言 采用人民参与审判 是有他的道理的 当然难题的是说 要采用哪一种模式 哪一种模式是我们现阶段要采的 那因为提供里面的第一点 仅简单的说是参审陪审 那我这边是建议的 因为从二战以后 其实参审陪审的一个分类 已经并不足以说明 现在比较发生的复杂的情况 问题关键是这样子了 今天所谓的参审是 1920年代德国人改进 先前他继售法国的制度 德国人改善 他继售法国的制度 有两个重要点 就是让人民也可以参与法律的适用 刑度的良刑 但同时重要 他也改变人民权认的方式 这两点都跟陪审制度有别 那这样的制度 有趣的是 法国原来是制度是输给德国 但是在二战的时候 围棋政府的时候 他接受了德国 但战后继续维持下来 但有一个重点是这样 在1970年代末期 法国人改选跟章 将法国的参审员的选论方式 改采跟刚才讲的 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精神 就是制人民海选 而且参选来的人民 只能参与一次性的审判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的话 我们现行 不管是先前的官审制度 或是现在司法院 所要推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 基本上 它其实跟所谓的传统的参审制度的原型 有点距离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用个术语 就是说它可能是倾向陪审式的一个参审 或是参审跟陪审制的一个混合 所以这点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先阶段而言 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 采用这样制度或许有它的道理 第一点 审刑的制度保有陪审制度最重要的优点就是 人民海选一次性审判 所以是纯粹的素人 所以可以避免法官的惯性 所以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在于说 在这种制度之下可以避免 纯陪审制度之下 判决书的制作并不原格的要求 因为陪审既然事实是由人民认定的话 判决书的制作不像我们现刑法 那样的一个复杂跟篇幅的一个如此的众多 那就这一点而言 当人民还欠缺对于司法一定信息的角度来看 如果完全采陪审的话 是不是在判决事务的制作这一方面 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质疑 这可能必须考虑 第三点 就现刑法而言之所以采取这样混合制度 有它的道理是因为 目前的上述制度没有定论 二省的上述制度 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你现在如果是纯粹陪审制的话 二省制度势必调整 最后仅做两项建议 就现刑法而言 适用范围是不是给适度的放宽 第二点就是上述制度虽然是务实角度看 是采用混合制度的一个 不得不然 但是上述制度或许还是必须要一并考虑 简单讲 现刑法在原来司法院最初提出草案的时候 预估每年是有一千多件的适用 但我看报载 目前司法院跟行政院领嫌提出的草案 好像每年中五百多件 五百多件无论从比较法 或是要宣扬人民育议审判角度来看 我也少了一点 第二点 虽然上述制度没有定论是采用混合式制度的一个理由 但是上述制度还是要改了 要不然就是学法国的释放式两次国民参与 第二省也是国民参与 要不然就是学日本的脚步 二省改才法律省 就是事后省跟续省 所以以上提出个人的报告如上 谢谢 谢谢林教授 我记得好像司法院那时候报告是说六百件 他好像从一千多件剪成六百件 好 我们接下来会请我们蔡元氏 蔡主任检察官 在蔡主任检察官发言过后 我们会休息这个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上一下化妆室 好 谢谢 是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先进 很抱歉我要先跟大院道歉 因为我有点迟到 今天早上因为我这一组的人力 临时有一个需要调配的状况 所以不得已晚 倒不是出于不尊重 我先跟各位致歉 但是也因为就是我迟到了 我没有听到前面先进比较精彩的论述 那不过我猜是这样子 绝大多数的场次都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不管是陪审制或参审制的支持者 大家都会拿出民调各自调查的结果 来说明自己有多么受到民意的支持 那我觉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大家参考参考就好了 绝大多数的民调都这样 在没有充分定义 什么叫陪审 什么叫参审的情况底下 就请民众表态 所以民众通常是这样做出决定的 就是脑中自己对于落成法网 或者是A Good Wife的这个画面 去抵造我们报章杂志 对于恐龙法官的批评 然后就做出了他的选择 所以我就会像我看到的部分的民调是一样 他有一些很有趣的结论 就是当你去问民众说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自信 做一个素人法官的时候 他告诉你没有自信 你对别人有信心吗 没有信心 你觉得大家会不会收钱 会收钱 你觉得大家会不会恐吓 会不会恐吓 那你要不要陪审制 我要陪审制 也就是说 这其实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怪在民众的身上 这其实是某种程度是资讯的不对称 以至于没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 我个人大概在早上应该书副院长有来过 我在书副院长主政的时代 开始推官审制度的时候 就早期参与 一直到现在为止 所以这个议题真的是 我已经是报告跟讨论过 不要说数千遍的议题了 我相信各个学者专家都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去分析 陪审跟参审的利弊 那我想我也许可以贡献的是 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比较务实的观点 毕竟我们的法律适用在每日的生活中 会对这个社会的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从以前到现在 我得要这样说 我参加过的从观审时代 一直到目前的国民参与审判的时代 以及其他类型的模拟审判 我参与的场次 应该除了后面的调办事法官以外 应该是最多的 那我也看到了其中一些有趣的变化 我自己个人也是施改国事会议第四组 我跟许钊剑是同一组 我是第四组的委员 各位可以观察到在第四组里面 经过数月冗长的讨论 然后专家学者一次的报告 也举办了公听会 做了很激烈的论辩之后 结论是没有办法形成共识 因为这个议题本身并不这么容易决定 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对国家大政方向做出一个判断来 所有人都犹豫 他们所面临的这一个困境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 跟数人法官坐在法庭上面会面对的困难 是有一点接近 我们来观察早期的那二十六场 官审模拟审判 法庭实践的结果是什么 在那二十六场的审判里面 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对于 我们的无罪率 比职业法官审判提升了 那量刑反而是降低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为什么呢 各位去观察那个 模拟法庭结束之后 司法院会很认证 在入口的地方 这个出口民调 然后就去问大家说 对于今天审判有什么感想 通常会遇到的答案都是这样 法官辛苦了 警察官辛苦了 律师辛苦了 你们都好辛苦 以后都不要再找我 那一整天下来 做出来的结论 即使跟职业法官完全相反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抗议 在参考他们在评议的过程 当时是有对外转播的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 民众因为没有办法 真正的融入这个案件 所以他不知道 怎么样做出判断 这个时候最有利的判断是什么 找无罪当逃生口 因为这个时候我不用处罚任何人 我可以回家 可是我常开一个玩笑 就回家之后老婆问我说 这个人这么可恶 为什么到时候你判他无罪 因为我在当时可能没有其他选择 我不觉得自己有其他选择 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 很像我们今天如果找了一大堆医生 来跟我们会诊 告诉你说你看到什么样的病况 什么样的显现 那你可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术识 好最后讲完之后 请你帮他动个手术吧 我想多数人跟我的选择会是一样的 就是支持性的治疗 让他眼水打到死 因为动手术本身是一个太大的风险 我不敢承担 就很像做一个有罪判决事一样 你要认定的时候 你要学会证据法则的运用 那是在法律系的课堂上面 都要花好久的时间 才能够熟悉的内容 因之我们的素人法官 有一点点往逃避的方向走 但是这个责任在素人法官身上吗 当然不是 你把它丢在一个荒野之中 你又不给他向导 然后你又不给他求生工具 你要叫他自己去做判断 那他等于只能够诱猜的 他真正遇到了困难 我们不断的强调这件事情 说猜程跟陪诊的差别 在于权威法官的素人 法官的权威效应 它会影响到素人的判断 其实我的观察 真正影响素人判断的 并不是权威效应 而是陌生 环境的陌生 法律系统的陌生 案件的陌生 素材的陌生 使得大家没有足够的思考工具 思维工具 可以去想这件事情 因此他只好做一个 用猜的方式做一个判断出来 因此他对于自己的决定 跟职业法官的决定 有冲突 他也不敢反抗 可是我们陆续再来看 在官审的末期 官审的最后阶段 以及在目前参审事情的过程里面 职业法官跟素人法官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探讨 他不再像初期的时候 把职业法官 当然是一个活动污染源 叫他一句话都不可以讲 就赶快退出去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职业法官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是单纯的 先问一句大家有没有问题 结论通常是没问题了 然后职业法官就会出去 但是也不会有人扣号叫他进来 所以就做出结论 这个时候职业法官跟素人坐在一起 大家做民主式的审议的时候 比较能够从讨论的过程 发现素人在困扰的是哪一个点 然后具体针对问题 去提供他专业的说明 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观察到 素人法官比较敢开口 敢跟他对的人的讨论 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在会后 即使职业法官最后投票我投输了 我敢对职业法官提出质疑 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克服了 资讯的不对称 某种程度 官审参审 陪审 不管是哪一种素人参与 我们说从现在的职业法官的制度 过渡到官审制度 过渡到德国的专家参审 就少部分专家参与 到现在司法院提出来 日式的参审制度 到比较远的陪审制 陪审制刚好是距离我们县制 比较远的那一端 在整个光谱看起来 所以我们要过渡到那一端 如果最终的目标 就算最终的目标是陪审 中间恐怕也需要整个公民社会学习的过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的职业法官恐怕也都还需要学习的过程 我在最早期做官审的年代 在士林做第一场模拟参与的时候 我参与语谈的时候 去谈法庭上面的偏见控制 怎么样让素人不要受到 舆论这些偏见的影响 怎么去过滤这些证据的时候 当时还受到几位先进的指责说 只要热闹大家看得懂有什么不好 当然实质精致我们慢慢有改进 我们学会了怎么样 偏见这件事情在法庭上 但我们控制仍然不是那么纯熟 也就是说 这个在目前的制度底下 如果说你要选择一个制度的话 我认为参审制还是比较是跟我们的限制比较 我们不用把整个法制工业全部重构 把现在整个刑事书法全部都拆掉 毕竟你不是把刑事书法留着 然后做了一个参审条例之后 把一个这个违章建筑直接架上来 把素人收藏法庭 我们就解决问题 他有太多太多的细节要参考 那尤其是素人碰到量刑 法律适用的时候 通常都会需要一些比较详尽的说明 我们在制定委员会的时候 我同志制定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说 有没有可能把素人从量刑中移除 可是我们知道从白玫瑰开始 素人不满意的就是恐龙法官 判得太轻判得无罪 我们姑且不论这样重刑主义的思维 到底是对或不对 但是我们到时候给他一个制度 是越判越轻的制度 恐怕那个司法明月是有 没办法排决 是有备于民众的期待 不好意思因为我时间限制 我没办法再深论下去 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蔡主任检察官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休息之后呢 我们再请刘师方委员发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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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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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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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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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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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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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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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